大家好,我是三校,今天讲一个风流的故事 姐夫是个传奇风流人物 比如傅太太要求姐夫追踪前面的车去抓她老公和小三 傅太太在酒店门口打小三 姐夫通过身体接触就摆平了风波 然后姐夫就和傅太太在一起了 妹夫凤秀是个情商低的白痴 店里女的告诉凤秀周末夫妻一起来玩吗 觉得我怎么样啊 凤秀送给女的一瓶红酒 祝她和老公周末快乐 当然女的转身就骂她白痴 凤秀发现一个傅太太上了姐夫的出租车 还亲了四季 晚上接凤秀去家里 姐夫当然不承认是她了 凤秀问有没有住啊 有没有 嗯 你他妈的还在生日当天风流快活 姐夫说 虽然这样每次都是重蹈覆辙 都不是我主动提出的 那些女人无论哪种类型都会主动提要求 没办法呀 回到家 姐夫给老婆谭德送上了最美的玫瑰祝福 姐夫说和妹妹一起打了台球 手上的印记就是证据妹夫都有 其实那是拿蛋糕盒印到了手 姐夫约了妹夫下周一起继续台球 晚上美音腰球和凤秀爱爱 因为今天排软日 一个月一次还真不像夫妻 凤秀说你能不能别拿着手机 感觉像是三批 做到一半 腿抽筋了 真是个弱鸡妹夫 第二天发现腰都扭了 哎 弱爆了 还不如让我来 姐夫去打台球 结果发现这个妹夫也在 给你十万 快走 突然美女詹妮登场 詹妮一看是妹夫就说 哦 腿抽筋那位啊 妹夫看着詹妮的身材直发呆 打球时候有个哥们不小心 谁撒到了詹妮的翘腿 湿了 哥们说 是大叔你碰的 我不 我不是故意的 奇葩詹妮脱了内裤 扎了头发 继续抬球 晾呆了 这下凤秀心疼了 给他臀部围上了衣服 到走的时候 姐夫对凤秀说 你快回去吧 家里妻子还等着呢 妻子还是你初恋呢 妹夫说 初恋生白血病早就死了 詹妮愣住了 姐夫说 开玩笑的 就把妹夫亮一边开车走了 久久不能怀孕的美音 带着凤秀去医院检查金叶 凤秀想象的詹妮幻想中 两个人一起摇啊摇 中间被妻子打断 结果没有取出金叶 店里生意不好 关门时候 詹妮来了 给她做了砸酱面 詹妮问如何认识老婆的 在学习意大利料理认识的 彼此敌对 然后经常一起吃饭 开了家意大利料理店 詹妮说 要走了 提醒妹夫 下次如果有人对你有兴趣 千万别说你老婆的事情 非要说 也要找不好的说 或者直接说 我要和你睡觉 妹夫心里是摩天人飞过 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同居了 看到詹妮曾经被打的照片 爽完了 詹妮让她回家多体贴 记得戴上上次的外套 凤秀假装 喝了很多酒回家了 老婆美英开始责问 纹了外套 而且口袋里竟然有女子的内裤 凤秀立马嫁祸到姐夫 姐夫对老婆谈得说 是我的 我想穿 立马被老婆赶了出去 来到妹妹家 被妹妹美英赶了出去 真不是人滚蛋 姐夫告诉凤秀 出轨20年没被发现 都亏你这个妹夫 然后开始拿出资料 一个个都是回忆 姐夫以前是个设计师 从女人的曲线来设计过山车 设计一个就带一个 反正在姐夫眼里 搞艺术的未获得灵感 都未来一夜情 姐夫把内裤放到信封里 还给了詹妮 还告诉她被老婆发现了 詹妮心情很好的说 是不是以后穿男子内裤就好了 我有情人了 吻别了姐夫 谭德去买海螺 准备做刀削面 带上了新买的LV 不幸的是 谭德发生车祸 去世了 从此家里空空一人 姐夫一个人发呆 一次半夜醒来 她摔了一跤 动弹不了 姐夫摔了药 都是因为家里 没有人做家务 厕所间有水 美英看到柜子里 都是酒瓶 劝她和以前一样 继续恋爱 其实你每次出轨 你老婆都知道 哥哥告诉妹妹 对凤秀好点 她可不出轨哦 正说着 凤秀帅哥来到詹妮家 两个人玩电脑游戏 做好吃的玩乐高 当然滚床 但是必须的 美英又拿金子 给医生化验 发现金子活力很高 凤秀和詹妮去交友 车证太满了 吓得一群运动老年人 加教练一起围观 问题是车证太满 滑坡了 呃 那就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换车 凤秀老实地告诉詹妮 其实没钱 店是老婆的 房子是大旧的 詹妮真好 鼓励凤秀创业做中餐 凤秀做了一桌中餐 家里同意 立马从意大利美食 改成中餐美食 生意超好 日日爆满 生活都改善了 立马换了车 今天是美英生日 凤秀送了一件 名牌内衣条项链 美英开心得不得了 凤秀借口倒垃圾 去见了门口的詹妮 詹妮给她看内衣 说内衣背罩太小了 原来和老婆的搞混了 凤秀这么快跑回去 詹妮有点失落 詹妮突然到了凤秀店里 做店员 问题来了 詹妮和姐夫相处得不错 网球对决 完全不是詹妮和姐夫这首 KTV唱歌 还是姐夫和詹妮的表演 凤秀开始嫉妒 姐夫和詹妮的亲亲我我 凤秀找詹妮沟通 有点怕詹妮的这种方式 詹妮说 这是我喜欢的方式 偶尔来做爱 随后詹妮开始脱衣服 窗都没关 吓得凤秀倒在地上 又怕被人看见 凤秀说美英要回来 詹妮更兴奋了 然后两个人开始激情 美英回来远远地看到 还以为詹妮带了男友来做爱 电话给凤秀 凤秀说我在网球 妻子美英说 这里有无比刺激的场面 你快来看啊 声音不对啊 凤秀说网球征战 姐夫去谭德墓地 发现黄色的花 回家找到了谭德照片 原来妻子十年 一直和那个按摩医生有奸请 詹妮看到凤秀夫妻亲热的场面 黯然离开了 姐夫跟着瞎子来到墓地 看到她放下黄色的郁金香 混账东西 姐夫就是打不下手 结果还被瞎子一声教训了一顿 大哥你风流快火 留下姐姐一个人孤孤单单 所以她才需要我 姐姐喜欢郁金香 根本就不喜欢玫瑰花 我看不见你打吧 我违反了规则 该受到惩罚 姐夫放过了这个瞎子 原来妻子喜欢模范戳 从不喜欢出轨的过山车 姐夫一个人看着回忆的幻灯片 詹妮来了给她倒了杯酒 詹妮希望时间能够快进 不要回忆在过去 白天詹妮看到 美英赛的内衣和她的一模一样 同时美英看到 Facebook的詹妮日志 有内衣照片 就是照杯太小了 拿了凤秀手机一查 一切真相大摆 问题是美英和店员 上饭也有一腿 美英告诉哥哥 自己和上饭有一腿 让哥哥去找上饭谈 砍断这段感情 姐夫一边开车一边哭 说要自杀 把上饭吓哭了 姐夫不断加速 把她给撞出了血 最终摆平了 凤秀在高级餐厅 詹妮直接点了 十道最贵的菜 觉得两个人是否结束 得看今天来的那个人 来的人是美英 凤秀立马到了桌子底下 真怂 凤秀通过点餐人员推车 逃出了餐桌底下 爬出去的凤秀 遇到了门口来的大姐夫 一看事情败露 凤秀求姐夫原谅 她爱美英知道错了 生日蛋糕来了 姐夫来祝詹妮生日快乐 然后告诉美英 抬球那次内裤认识的 姐夫对詹妮说 让时间快进 让一切变好 一切在糟糕之前 恢复到正常 让我们重新交往 然后美英说 别把凤秀初恋 到处乱说离开了 以后就是四个人一起吃饭 姐夫詹妮 凤秀和美英 美英和詹妮带着孩子 每年忌日 姐夫总是带着凤秀 坐过山车 可是两个人的过山车 表情总是那么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别风流过土 最后把自己搞混了 小心晶晶而往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